页面上显示它 那你肯定需要干什么 配置一下页面的跳转 对吧 那好了 我们打开Stress的配置文件 然后在这里面 写上这是什么呀 这是客户拜访记录的 Action的配置 那下边呢 就到这儿写个Action 然后Class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我们是不是写个 这叫Sale Visit 然后Class呢 就是Sale Visit Action 那Mether的里边 是不是写个1呀 然后在这儿是不是要写个Result Name等于什么 半等 然后让它去哪个页面 是不是GMP下边 比如说我们有个Sale Visit的路径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弄一盘 List的点 GMP 对吧 让它去这个页面去 那现在呢 我们这里边是否还没有这个页面 那怎么办 那你就到这儿 自己呢 来新建一个 那就在GMP下边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是Sale Visit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去复制一个 List的点GMP就行了 不复制这个 因为这里边呢 有那个异步的那个 我们就直接复制联系人这个 把这个List的点GMP直接将过来 那么将过来以后呢 我们需要到这里边来改造一下 这是客户拜访记录的一个列表 然后下边这儿呢 我们到时候要提交啊 也是Sale 对吧 Visit GUN 然后下边呢 这是 这个地方 客户拜访记录 然后是客户拜访记录的一个列表 然后下边我们就要来显示 这是那个上面那条侠询那儿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来显示内容了 首先 先什么 就是 咱们就叫业务员的一个名称吧 然后还有谁啊 还有这个客户的名称 对不对 然后又什么 拜访时间 还有呢 这个拜访的地点 还有拜访的详情 对吧 还有一个是 下次 拜访时间 对不对 然后去掉 这两个啊 那么我们下边在进行 便利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便利了 便利的是配置并里边那个集合 那么好了 到这儿 这就是业务员的那个名称应该是user.user name 对不对 然后这儿呢 应该是客户的那个信息吧 那就应该s property 然后 然后 value应该等于客户点 cust name 然后 拜访时间 呃 拜访时间 咱们那个 叫 visit time 对吧 visit time 然后下边呢 然后下边呢 是地点 是 visit addr 对不对 然后 还有谁啊 拜访详情 visit 杠 detail 然后 还有个是什么 是下次 是nest time 是 visit 杠 nest time 对不对 然后下边的这个修改和编辑这儿 你可以先给他 啊 去了 中间这儿 你可以先不用给他这个链接的位置了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它呢 便利出来了 其实那下边的这个地方 你都可以不用改 对吧 都可以不用改 好了 那现在我们到这儿 这个页面呢 咱们是准备好了 但是数据库里面 现在没有记录 啊 没有记录 那么我们这么干 我们看一下这个用户里边的ID有谁 啊 OK 这是 这是客户啊 然后这是用户 用户里边呢 有赵宏 还有赵宝强是吧 这里边 这个就是 啊 就名 先别让他一样了 然后这是有个一和三对吧 然后呢 这是用户是用户是一 啊 这个里边是啥呀 这个这个主件啊 因为这个主件呢 是 咱们得自己维护了 他不是自动增长了 对不对 然后 这还有一个 啊 三 哎 这是用户的 应该是一和三啊 那么客户这边呢 嗯 一二 啊 用户是一 然后 然后这是 三 然后 这儿呢 也访问了一吧 也访问一吧 然后还有 三 对不对 好了 然后这边呢 我们会有这个时间的啊 时间呢 我们就先不给那个具体的后边那个十分秒了 先给他一个一个时间 就是2017年 对吧 嗯 几月呢 这个四月 然后这个比如说是 呃 三月 二十七号 这是四月 五号 对吧 这是四月 然后拜访的地点 这个呢 是 深圳 是吧 然后哪哪的啊 就瞎写了几个啊 比如说这是在 对吧 这个呢 在 嗯 东莞 是吧 然后这个呢 是 广东 江本 啊 那个 慧州 然后 拜访细节 是吧 这个 第一次啊 这个 卖跑 然后这个呢 是 这个 这个是 哈哈哈哈 购买吧 啊 就瞎写几个吧 然后下一次这个预约时间呢 比如说2017年啊 这个 四月 就先瞎写啊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这边是不是已经有数据了 好了 那我们到这边啊 来 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 然后 这时候呢 咱们到这边 看一下我们的 拜访 记录的 一个 显示啊 然后这个 日期 类型这呢 在我们页面上 显示的时候 应该 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啊 这个 你来看一下 因为现在我这里边没十分秒 还好一点 然后现在我到这一点客户拜访的列表 看到了吗 这个 日期 是不是现在有点问题 其他的数据 是不是都已经出来了 这是赵宏去拜访了谁啊 寻孝文 还有李朗曼 对不对 然后李宝强呢 也拜访过这个寻孝文 然后这下一页 你看这数据 是不是好使啊 对不对 还拜访过小东东 是吧 OK 然后呢 现在啊 关键的是什么 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时间这 对不对 这个日期怎么办 啊 日期 这个日期呢 注意 其实你最后存到数据库里边 你看 如果是DataTime类型的话 它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十分秒呀 对不对 如果你这里面 不想带十分秒 那你就把那个类型变成 Data 啊 就变成Data 然后你现在不管你是变成什么类型啊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 也不要这十分秒了 啊 不要 不要的话呢 那你这个地方就是Data类型 对吧 Data类型 那Data类型 好了 现在就没有这十分秒了 那我们在页面上显示的时候 你看 还是这样 对不对 还是这样 因为这日期最终是要变成四幅串 在页面上显示了 所以说它显示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们想把这个地方变一下 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得在 页面上 啊 咱们 就是这个日期这 得用啥呀 得用个标签了 啊 就得用哪个标签了 就是 S Data标签 它主要进行 在页面上进行日期格式化 把这个name写上它 后边会跟一个啥呀 那你就可以写啊 这个了 对不对 杠 M OK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边 再来看一下 这个格式是不是正确了 当然那个下次拜访时间 我没改 啊 那那个下次拜访时间 你是不是也用这个S Data标签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是这 我们给它变一下 然后这是Vidata Next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边 哎 再来 方位 是不是 这个地方也都OK了 哎 那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啊 我们的一个列表的一个显示 啊 当然这个分页 咱们就不用弄了 因为这些呢 都是复制过来的 这个直接就已经弄好了 对不对 就已经弄好了 如果 这个 带分页的话 它也可以去分页显示 OK啊 这是关于呢 我们的一个前台页面的一个展示 啊 一个展示啊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基本的便利 对不对 然后呢 对谁啊 对日期这儿来了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基本的操作 啊 OK 就是这一块啊 嗯 对啊 嗯 感谢观看